你现在身家大概多少 我现在身家的话应该在四五千吧 你有多少家公司 目前有三家公司 那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年龄大了 你创不好业了 所以你是到我们企业来养老的吗 这位被女老板怒对 求职价肯定有不少吧 你现在身家大概多少 我现在身家的话应该在四五千吧 你比他们都有钱吧 好家伙 身价五千万的人来一个小节目求职 这莫不是来作秀的吧 但咱张大哥说了 他可没有再说笑 他确实是认真来求职的 因为刚回国的他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而创业又需要干净和疯狂 所以才想来这儿 找个疯子陪他一起疯 创业实际上是疯子干的 因为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好好打工 只有我们这些想创业的人 那百分之十一定是 就你不想疯了 我还是想疯 感情闹半天 这哥们不是来求职的 是把这儿当捷径来找合伙人的 但咱图里老师就好奇了 这张大哥自己都有五千万了 为啥不自己投资 还来这儿干嘛 毕竟厂商的老板 貌似都没有达到身价千万 对此张大哥表示 五千万算个啥 随便在北京买套房就没了 所以来这儿找个月薪三万 再拿一点股份的总经理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希望拿到股份 你希望拿到多少股份 百分之十七吧 不愧是身价千万的人 这格局就是不一样 人家做事情都是有条有理的 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来之前他就已经调研过场上的所有公司 最中意的就是黑洞资本和健康友谊 问起凭啥能够胜任投资领域的总经理时 张大哥表示 别问 问就是有实力 创业十五年 他开过的三家公司 目前都还在盈利 虽然已经被别人收购了 但依旧能证明他的能力 再加上他在医疗行业有过许多优异的成绩 比如激光反射眼镜 以及介入治疗的一些专业设备 都受到了很多大型企业的青睐 像鞋盒呀 那个天坛的都在用我的产品 那我不明白这个我的产品是怎么界定的 什么是你的产品 品牌是我在日本注册的商标 第二呢这些产品所有的专利都是属于我们公司的 看来张大哥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佬 直接把干货啥的亮的是明明白白 而且他这些产品的销售市场 在日本以及中国都还不错 然后一位李老板就疑惑了 表示如此大好前途的公司为啥要把它卖了呢 这不符合逻辑呀 我想回国 第二我在创业上我遇到了一些瓶颈 瓶颈在哪 人才 在日本我找到这样合适的人非常困难的 人慌 好家伙 张大哥 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人才 张大哥表示 反正那种35岁还没当高管 没拿高薪 依旧碌碌无为的人 绝对不是 这就有点绝对了 毕竟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就愿意拿几千元 做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幸福呢 但张大哥说了 幸福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 都没钱了还谈啥幸福 毕竟一个家庭处处都需要钱 尤其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个家庭当中最好的教育 不就是家庭的团结和幸福 如果做到家庭团结幸福 再加上高的收入 那才算成功 但你不能说我是失败的 反正帮张大哥做出了回应 以他46岁现在的经济能力 和能够达到的社会层次 你不可能没钱吧 对吧 你做工作吧 工作的话回国创业 风险又挺大 再加上已经46岁了 找个靠谱的公司 凭借自己以前 这个创业和经营公司的经验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过一份相对于高端化的生活 图蕾老师的业务水平 真不是吹的 几句话就把大家纠结的问题 说的是一清二楚 没成想这话都这么直白了 竟然还有杠精来反复抬杠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讲清楚 他因为创业项目呢 有一些没做好 有风险 所以把它卖了嘛 对吧 所以卖的原因 所以我想说 那你既然没有把一个项目运营好 那你要帮我们管企业 你觉得你自己 如果来帮我们管企业的话 你的存在的瓶颈在哪里呢 杨老板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人家张大哥早就说了 瓶颈就是年龄 卖公司就是因为找不到人才 所以想回国发展 怎么就变成经营不善了呢 哪怕厂上的帮帮团 都在努力地为张大哥解释 但这位杨老板就是不听 他讲的一些问题都很表面 什么找不到人 什么这个因为我想回国 这些理由我觉得特别表面 跟他实际上来求持 他没有依然没有讲清楚 那么在此情况下 他来到我们企业的管理的话 他自己认为 他会有什么样的瓶颈 我想听一听 果然这杠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只能说要是耳朵不好的话 咱早点洗洗睡吧 来这儿纯粹是出洋相呀 瞅说人家贾老板 问的多专业 如果你去做总经理 你愿意投多少资金 放在这公司里面 我愿意投精力 我把精力可以换成钱 但是不太愿意去做投资了 如果你此时此刻 只赚三万块钱的薪水 和你要赚百分之十的股份匹配吗 作为老板我凭什么给你 这怎么还有一种 剑拔弩张的感觉了 对于这个问题 张大哥表示 他是把收入换算成股份了 因为就他的工作经历 在市场上是可以要求 年薪一百五十万的 然后涂雷老师第一个不干 称精力这东西 可不能量化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奏效 凭什么给你百分之十 那我的公司就给人了 技术值就给人了百分之十 因为他有技术 有管理能力 那是因为你已经了解了 对吧 你又不是拿技术入估 你是拿管理经验 你是拿精力入估 眼看厂商的各位老板 争持不下 一位利老板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用业绩来说话 这算是皆大欢喜了吧 但我没想到 那位洋老板又出来挑刺了 他称既然张大哥的瓶颈是年龄 那还来这面试干啥 难不成是想找份清闲工作养老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年龄大了 你创不好业了 所以你是到我们企业来养老的吗 我觉得别人都答应 这个给你绩效对赌了 怎么能叫养老呢 别说 这利老板怼的还真是到位 要我说面试是一个双向选择 既然你这么不看好人家 那灭灯不就行了 还搁着上蹿下跳的干啥 干嘛要吵架 干嘛要那么有怨气 你们哪根神经搭错了 然后贾老板就出来当起了合适了 表示这张大哥又是要月薪三万 又是要10%股份的 根本就是在吃人说梦 因为能拿股份的人 绝对不止月薪三万的实力 所以让他有了一种 智商被侮辱的感觉 你侮辱了他的智商吗 谢谢这个问题 我解释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 肯定没有侮辱人 可以没有是吧 智商的想法 而那位杨老板 也出来做出了解释 表示他生气的原因 还是那一点 他认为张大哥来节目的 动机不纯 我是觉得他来求职这个动机 非常不纯粹 他真的不是来找工作的 说实话 他还是来展示他自己项目的 想早去投资 但又把自己包装很好 但是他并不真的来求职的 所以我很生气 这位姐也是够好笑的 明明从头到尾都在质疑人家 却一直把灯留到了现在 真就是刷存在感上瘾了呗 张大哥还是对各位老板的质疑 做出了回应 表示他来这儿 绝对没有故意耍人玩 就是想找一个合伙人当当而已 而最后的结果 简直惊呆了我的下巴 张大哥这位经验丰富的大佬 竟然惨遭集体灭灯 只能说有些人确实是未强呀 不过没关系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 更何况人家已经是金光闪闪了 那就祝张大哥的事业 可以继续蒸蒸日上吧